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之前 国盟土团党候选人凯鲁的学历也引发造假嫌疑 看过学历争论的口水战 后 新骨毛补选在昨晚也发生意外流血事件 雪州行政议员兼新骨毛补选竞选主任黄思汉 昨晚在新骨毛主持协调议会 突遭身后倒下的白板砸伤头部 会议结束后送院治疗 医生表示需观察24小时 不过 他今早接受记者电访证实伤势无大碍 颈皮外伤红肿 目前已出院继续竞选工作 金屋也继续前往新骨毛竞选行程 黄思汉指出 事发当天大约傍晚6时 本身与工作团队在新骨毛一间民众会堂开会 使用的白板位置在卷帘门前面 可能开卷门时候卡到白板 导致白板倒下击中他的头部 坐在白板前面的出席者 有巫统领袖以及蒲仲国会议员杨美盈 和万达郑州议员加玛丽亚 由于黄思汉升高因素 白板倒下首先击中他 唐人则安然无恙 将新闻交点换向法庭 KK连锁便利店 之前因为销售印有真主字眼袜子风波案件 包括创办人拿督斯里蔡志全 夫妇及供应商 新建昌公司夫妇及女儿 共5名被告 今日在沙亚南地11地停过堂 法官在临审了控辩双方律师的陈词后 则定6月10日案件重新过堂 并会定下开审日期 承审法官穆罕默阿纳斯表示 既然控辩双方 需要时间来提成与案件有关的档案 他给双方一个月的时间进行 因此定下上述日期 为开审前的过堂日期 即到时 一旦所有档案齐全 将责定案件开庭日 本案首席主控官凯鲁阿兹林副检察司 在这之前 要求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170项条文 及联合审讯所有5名被告的案件 辩方律师团队对此没有意义 他向法官提出 控辩双方其实可在今日直接提交档案 与法庭和对方 以便法官可直接定下开庭审理的日期 而无需择日再过堂 不过 代表蔡志全夫妇的辩方首席律师 拿都拉杰帕欣 则建议法庭 限定下一个过堂日期 以便辩方能有时间审阅所有法庭档案 并使情况需要 而提成陈情书 5名被告 今日都神色自若出庭 也是KK连锁便利店执行主席的蔡志全和妻子兼公司董事 拿听思理罗秀梅 两人都身穿西装外套出庭面控 两人在结束过堂审理一部出庭外 随即失职紧扣和戴上墨镜面对媒体镜头 至于新建唱公司董主苏振发 于也是公司董事的妻子 无力会和女儿苏惠山三名被告 则在过堂审理结束后 在律师刘一良的陪同下 神情自然离开法庭 拉杰帕欣在庭外受访时表示 尽管距离下次过堂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但便方会把握时间 估计在未来一两周 尽速向法庭提交陈情书 不过 他不愿披露陈情书的内容 仅表示可以使便方寻求撤销控状 寻求修改控状或其他事项 一切似乎从控方接获的相关档案而定 他表示 按理本案另一辩方及新建昌有限公司的律师 也会向法庭提成陈情书 至于两个辩方会否一同提成 则有待商议 下一则新闻就让我们来关注封面头条 以巴冲突掀起的抵制潮已持续超过半年 暂停营业的红色标签 陆续张贴在全国101间肯德基KFC分行 其中由一党执政的吉兰丹州内的KFC门市 更是重灾区 有20间分行暂停营业 该州目前仅剩下6间分行仍为是正常营业 与起初雷声大 与点小的市场预测不同 这波抵制潮从最初的高调宣扬 直至低调却持续的发酵 显然已演变成一场大企业与市场趋势的持久战 对国内经济恐造成巨大冲击 据了解 拥有肯德基KFC连锁店的国内快餐巨头QS2品牌是这波抵制潮下受影响最深的苦主 目前全国各地超过10%的KFC应支撑不住 被迫暂停营业 截至今天29日下午 根据Google地图搜寻结果 全国被标记为暂停营业的KFC分行已高达101间 雪龙区共16间 其中沙亚南就有10间暂停营业 至于吉隆坡目前则有3间 在其他州属方面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潮 灾情最严重的隶属吉兰丹 有多达20间分行暂停营业 剩下6间正常营业 此外 柔佛州暂停营业的共有15间 吉打11间 登加楼7间 彭亨10间 霹雳9间 森美兰6间 玻璃市2间 马六甲1间 槟城1间 沙巴1间 沙拉月2间 据西 肯德基在我国立足超过50年 在全国各地设有超过800间分店 一直都深受国人的欢迎 是大人小孩都熟悉的好味道 也经常成为简单家庭聚会 庆生首选的快餐美食 倘若这股抵制潮持续不散 南宝上述的暂停营业标签 不会演变成永久必电 再者 是否还会有其他大企业 不上KFC的后尘 也成为了国内经济市场关注的焦点 经济学家拿督蔡赵源声称 就短期而言 抵制潮主要是对遭杯葛的企业拥有者带来最大影响 同时也会造成员工失业潮 但就长期来看 经济会在市场中自动找到平衡 即消费市场会转移至其他未被抵制的商家 他告诉光明日报 杯葛事件是针对与美国有关系的外国品牌 虽然是国外的品牌 但不代表这些特许经营公司 在本地是由外国人持有 反之 像是肯德基 汉堡王 星巴克等都是本地公司所持有 当抵制潮出现 首当其冲的便是本地企业的拥有者 但是 经济市场会自己寻找平衡点 即便消费者发动抵制运动 却不代表他们就此不喝咖啡 不吃快餐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论是国外或本地品牌 只要没与美国挂钩的商家 都可能从中受益 消费者会转移消费目标 向其他商家购买 寻集这是否会无形中削弱 我国投资竞争力时 蔡兆元回应 从风险角度而言 如果有更低风险的投资环境 那相对的就会选择到那个经商环境 今天的光明新闻通就播报到这里 我是你们的AI新闻主播 我们明日同样时间再见